假設這個做完,要怎麼把它Run 要執行它很簡單,記得喔 V2B打開 然後如果你要執行它的話 就是按上面這邊 游標只要放在這個Sub的中間 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按下執行就可以了 它就清掉了 按上面這個執行 那要執行九手塵法表 就是按這個執行就可以了 它就出出出了 OK 那基本上的話呢 還有啦,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字如果太小的話 我建議工具,裡面有個選項 選項的撰寫風格 因為我看有些同學字都非常非常的小 只有九號字 九號的話看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 看起來蠻痛苦的 所以呢,我建議大概 至少改到12或14吧 把它改成14左右 OK 好 那所以喔,其實這個 寫的邏輯大概是這樣 For i 這個i是個變數 那它的變數會從4到12之間去做變化 也就是第一次會先產生4 第二次就NAS之後的話 它回來就變成5了 再NAS就變6了 所以它會在這個範圍之內呢做變化 OK 那J也是一樣 J的話會在2 2的話指的是B欄 所以這個2 然後到這個J的話是10 那指的是這個框框裡面所有的儲存格 OK 所以Sales iJ呢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儲存格的意思 那它會怎麼跑呢 基本上就是說會先跑這一個 再跑這一個 一直在推 一直往這邊跑完之後再換下一列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現在跑 你會發現 老師執行很快一下 那如果說你想要慢慢看的話 你可以不要按一下這個這個執行 因為它一下就全部跑 你可以按什麼 按偵錯裡面的那個主行 主行這邊有個快速鍵F8嘛 也就是你可以按F8它會跳下一行 所以你可以按F8 那這個時候呢 它可以告訴你說 現在I等於4 那J等於多少 J等於2 有沒有儲不要放上面就知道 那輸出哪一個呢 就是第二欄的第四列 那就輸出這一個 然後NAS跳回來之後呢 那這個時候J就變3了 所以它會跳第四列的第三欄 所以輸出到第四列第三欄 有沒有這個地方 就會指的是哪一列的哪一欄的儲存格 然後輸出什麼東西 那其實呢 它的做法就是把後面這個一串公式 然後輸出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有沒有 然後這個儲存格指的就是這個這個位置 再來NEXT呢 就換換多少 J的話就變成4了 那4的話指的是第四欄 那列的話一樣還是第四列 所以指的是哪一個呢 還指的是這個第四欄的第四列 那指的是這一個 所以它就把這個公式 串完之後丟到這邊 那因為J現在等於4 I等於4J也等於4嘛 所以4減掉1的話呢就3 所以這邊是3 然後I4嘛 4減掉3還是1 所以3乘1等於3有沒有 所以輸出 輸出的話就是把這個計算的結果 先計算完之後 再輸出到前面的儲存格 所以特別是這個等號 其實不是各位以前數學的理解等號 這個等號指的是把後面這個公式運算好的結果 幫我輸出到前面的這個物件裡面去 大概這樣螺起來 OK 所以一個一個全部跑完之後的話 它會這一列跑完之後換下一列 下一列的話呢 那當然這個I就變成5了 所以就換一樣的道理就5 1到9 6 1到9 OK 一次類推 所以大概流程是這樣的 好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想要用VBA做出 之前我們用什麼 用那個就是 設定格式化條件做出來的 對角線呢 如果我希望把它變成 這個 橙色的話 那我用VBA該怎麼寫 特別重要 如果我今天希望 某個儲存格 它裡面呢 底色 所以第一個當然你會遇到就是 底色怎麼變更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想 假設了 你要寫那個底色要變更的話 你們可以 可以在這個地方可以做測試 哪個地方可以做測試 就是說在 檢視裡面有一個叫即時運算視窗 這個即時運算視窗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假設有些程式 你不太確定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在 檢視的即時運算視窗裡面 底下會跑出一個視窗出來 那你可以先試試看 比如說你的底色 底色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第四列的B欄這個地方 的底色換一下 換成成色的話 那我該怎麼寫 這裡的話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哪個儲存格 Sales 有沒有 刮鬍 哪一列呢 它這邊會顯示哪一列 Raw Index 第四列 哪一欄呢 B欄其實你可以兩個方法 你可以輸入2 或者輸入這樣也可以 輸入B欄 那它的底色的話呢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就是點什麼 點Interior 如果Interior 你不會拼的話 你可以刮鬍先不要打 你先點一下 它這個地方打一個In 它也會出現 有沒有 Interior 的這個 這個屬性 這個指的就是它的 底部的 顏色的話 你就打一個點Color 就出來了 那刮鬍你可以後打 因為這個指的是全部 全部的儲存格 所以把它刮鬍再補一下 第四列的B欄 的底色 然後呢 顏色的話等於什麼 如果我今天需要一個橙色的話 那橙色的話該怎麼填 其實如果你以後 只要想到Color的話 顏色 記得一個函數叫RGB 等於RGB 刮鬍 那什麼叫RGB 當然顧名思義 R的話就是什麼 紅色 G的話就是綠色 B的話呢 就是藍色 三元色 那 你要怎麼去調出 當然 如果你要紅色的話 它的數字最小是0 最大是255 所以 假設我希望 把它填紅色 OK 那你就打255 就是紅色全部 那綠色有沒有 沒有就0 逗點 0 也沒有藍色 那後刮鬍一下 有點像一個調色盤 所以以後你只要 在VBA裡面要填顏色的話 你就這樣填 RGB 然後 三元色 可是填多少 好 就按Enter 那這樣的話理論上 它就會把紅色的底色呢 把它加到哪裡 加到這個儲存格 就是第四列的B欄的位置 就這個 第四列B欄這個 OK 把它換成一個紅色的底色 放在這邊來 那我把它按Enter好了 即時預算按Enter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這邊紅色就出現了 那如果我要把它去掉顏色的話 特別是你只要把RGB 當然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把它改成白色 白色就000 跟正一下 000是黑色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白色 就255 全部都255 25就全部調到最大 就是白色 那你把它按Enter 有沒有發現 這樣的話又變白 可是 實際上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不過理論上 白的 這個地方 除了用白色之外 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沒有顏色 因為白的 將來好像會遮蔽到一些其他的地方 不過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 沒有 看不太出來 另外一種寫法是說 我要變成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就是 XLNUM 沒有顏色的話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XL 這應該打N XLNUM 沒有顏色 就把它Enter的話 一樣去掉顏色 那所以呢 如果假設說 我今天希望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填滿色彩 像之前我們做的練習 也就是說 當它的 什麼呢 陳述跟被陳述 如果相同的話 幫我在它的底色 填一個橙色的話 該怎麼填 那首先當然我剛剛提到 剛剛是紅色嘛 可是如果橙色應該怎麼填 RGB 刮鬍 那調色彩應該怎麼調 如果你不會調的話 其實它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參考那個 上方這邊有常用 常用裡面有油漆筒 那當然如果你不知道那個 顏色怎麼調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的地方 剛剛你找到那個什麼 橙色應該這個吧 找到橙色之後 那你再按下制定 你會發現 它就會跳出 那一個顏色 它的RGB應該是填多少 有沒有紅色是多少 25 綠色是153 藍色是0 那就會填出橙色 如果你要再淺一點的顏色 其實這邊有個箭頭 你可以往上調 你會發現 如果要淺一點的橙色 那就是把底下的數字變大 有沒有 應該是藍色變大 綠色變小 有沒有 如果往下的話 就是這樣顏色 其他當然你可以隨便去調一個顏色 然後它會RGB 你把RGB的數字 填上去 它也會變出來 所以剛剛我們 這個橙色的話 理論上就是2551530 所以如果要把這個儲存格改成什麼 改成是 橙色的話 很簡單 就是255 0.153 0.0 然後把它按Enter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它就幫我填上顏色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想要寫一個程式 就是讓它判斷說 到底如果說它 乘數跟倍乘數一樣的話 那其實乘數跟倍乘數 一樣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是指的 i跟j吧 不過 i跟j 應該是 i 減掉3之後 j減掉1之後 如果兩個相等的話 那就幫我填顏色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 我剛剛把重點再講一下 1 你可以把Video Basic 有沒有 打開 你可以測試一下 用什麼測試 用這個地方 有個叫 檢視的即時運算視窗 檢視裡面有個即時運算視窗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直接在這邊輸入 跟它講說 我要針對哪一個儲存格的底色 幫我加什麼顏色 那你就直接在這邊輸入 那如果要清除顏色的話 你記一下那個 要不就把它全部改成白的 不過白的好像 好像之前有發生過一點問題 所以最好的應該是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就 XLNUM 那你按Enter 你會發現 這個儲存格 底下的顏色就不見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 先試一下 那再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寫一個 VBA程式 可以對角線 都幫我填成這個橙色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想說 老師 那是不是說 我直接在這邊 假設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是其實 就是可以這樣 可以把這個 Sales IJ 有沒有 後面再補上這個 補上顏色 這個是沒有顏色 所以又補上什麼 橙色是RGB 刮弧 然後255 0.153 0.0 如果我加了這個 敘述之後 它等於是 輸出 先清掉 它等於是輸出之後 然後再填顏色 輸出之後 填顏色 按F8 它會這樣 先輸出一個 填顏色 可是下一個 還是填顏色 所以如果你把它寫在這裡的話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全部都淺了 如果它清怎麼清 當然你現在如果清除的話 它只會清掉資料 如果你要清掉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 清除的下面這一行 再加什麼 加XLNUM也可以 XLNUM 這樣就清除了 清除除了說清資料之外 還可以清背景 這樣就OK了 那可是問題 我如果今天希望 對角線填 但是其他地方不要填的話 那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